我离开那里啊 讲不得一些苦 她没有让我却不 千万个他里面的她 拥抱苦不完美的她 可明白想要的是什么 这么说你懂吗 5月23号《浪姐4》第四次公演播出 上半场共有四个舞台和观众见面 分别是刀马蛋 姐姐 青鸟 午夜恰恰 总结来看四个舞台有惊喜有失望 第四次公演的主题为 情闲情剑 撒娇撒野 这个主题似乎和姐姐们的气质很契合 尤其是撒娇撒野 各个年龄层面的姐姐都能在舞台上尽情的释放自己 让观众感受到她们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黄丽玲 贾静雯 邱慈炫 刘亚瑟 曾可逆五人 他们带来的歌曲《刀马蛋》 《刀马蛋》是李文2001年的一首歌 由方文山填词 林麦可编曲 周杰伦作曲 并演唱rap部分 歌曲呈现了中国戏曲中的淡的角色 国风元素明显 这首歌曲被多次改编呈现 每一次改编是最核心 国风特色都不会变 这一次在浪姐夫公琳娜 曲颖 徐怀宇 张嘉妮 蔡少芬五人演唱 四公的选曲分组时 姐姐这首歌曲受到了姐姐们的争抢 从最后的呈现来看 歌曲的舞台氛围很好 在互动方面优势明显 基本上台上和台下热闹成了一片 唱歌方面 公琳娜依旧是王者 其他四位姐姐唱得也没有问题 这是这个舞台的亮点 第三个舞台是青鸟 这是四公的大热歌曲 实际上在浪姐四确定有这首歌时 网友的期待值就已经拉满了 说明了青鸟征服了现场的观众 小美呢 谢谢 谢谢 我 我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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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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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来中国 自信 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期待值过高 看过青鸟的舞台后 有种隐约失望的感觉 失望的点集中在姐姐们的装造 以及歌曲的改编上 一首日本歌曲 最后改编成了一半日文一半中文 不是不好 就是感觉很复杂 不如全是日文演唱 或者全是中文演唱 但是总的来看 青鸟确实是三个连创舞台中最好的一个 第一名 实至名归 四公上半场第四首歌曲 是师姐帮帮唱的《午夜恰恰》 这首歌是由谢娜 朱朱 郑秀妍演绎 除去青鸟本身的热歌特质 《午夜恰恰》才是上半场最惊喜的舞台 谢娜 朱朱 郑秀妍 三人的舞蹈很整齐 这种直接观感很圈粉 也许网友喜欢看的就是姐姐们 这种对于舞台的诚意 曾经是不是专业歌手无所谓 能够做出改变才是乘风破浪的意义 表演完之后 朱朱哭了 在表演过程中 她的麦包意外的掉落 朱朱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误 据参加现场录制的网友透露 三个人开始跳舞的时候 朱朱的整个麦包掉了 衣服腰带也掉了 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继续表演 郑秀妍及时喊了停 经过调整之后 三人重新表演 可是朱朱的麦再一次掉了 但这只是掉了一根线 没有影响舞台的表演 两次掉麦 朱朱可能觉得愧疚 在舞台上真的哭了 午夜恰恰 整个舞台的完成度很高 谢娜 朱朱 郑秀妍 三位姐姐的复古造型很美 比起青鸟的略显失望 这个舞台给大家带来了 是今天 回顾